你想想看 她的太太跟她的孩子在国外 她难道没有压力吗 她也孤苦伶仃一个人啊 我觉得一个一生一鬼的太太 会让先生压力很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慧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专门牵红线的节目 这回投下巨资 跨海到美国 帮黄男月女制造机会 非常任意又再跨出一步啊 希望她成功 那将来有机会能固定 往外地发肯 其实大家真的很新闻 而且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都还告诉我们说 希望能够拿到我们录影的入场券 非常男女有缘轻盈 还记得非常男女吗 这个电视交友节目 在那些年红极一时 也造就了许多对家偶 也让主持人高宜萍 成了麻辣红娘 其实我都一直坐着嘛 那所以就不用别对不对 就是放旁边也可以嘛 除非我要站起来跳舞给你们看 跳印度舞给你看 OK 好 你只要站起来跳舞 我为什么会去 这次试试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好 我的妆可以吗 可以吗可以吗 淡淡吗 OK好 OK好 OK谢谢 先喝一口 嗯 很好喝 无时无刻保持快乐心情 一人高一瓶 现在是个幸福人妻 和妈妈 然后她是一个很爱跟我说 I love you的一个孩子 那天去哪里 好像那天我录影 她正好也在现场 然后她就要离开了 她就说I love you 我说好 I love you 然后我再要跟别人讲话 她又喊了一句 Bye I love you 我说可爱 她说呀 谈到宝贝儿子展簪 高宜萍画匣子一开 停都停不了 这时电话来了 一等我一下 抱歉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抖 可能是我儿子放学了 你可不可以跟她说 对 没错 你跟她说妈妈在 好 你可以把我接的 她放学一定要打电话 告诉我她放学 其实我们很要好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即使工作再怎么忙 也绝不露接展簪的电话 把儿子当成最好的朋友 这点受妈妈的影响很大 其实我跟我妈妈 也蛮像朋友的啦 当然有的时候会被 那个冠上一个没大没小 可是也不至于 因为其实我们家还 因为我爸爸军人 其实我爸满眼的 高宜萍的爸爸 高升曾当过蒋介石的武官 妈妈则是知名声乐家刘美艳 她的弟弟就是刘家昌 高宜萍要喊她一声舅舅 她是个导演 然后也是个很妙的人 她以前拍电影需要童心 现在有童心就是 我舅舅的姐姐家有孩子 我们就是她的童心 我们就去帮她演过几个小孩子的角色 对 11岁那年高宜萍随着外交官爸爸的调动 在不同国家生活 第一站是到了尼加拉瓜 那我记得刚刚去就学西班牙文 就开始认识英文字母 或者是西班牙文字母等等 那也因为去过很多国家 我们有开启另外一种视野 是课本里面学不到的 变动的异国岁月养成高宜萍 婆婆独立的性格 外文很好的她 大学就读台大外文系 原本打算毕业之后呢 当个服装设计师 却误打误撞进入了演艺圈 流利外语犀利幽默 高宜萍打造台湾第一代 娱乐新闻独特风格 还曾在大陆的金鸡百花奖上面 全球独家访问到这位国际巨星 那那天就说李沙基尔要来了 那大家就 所有的人就很紧张啊 我说我告诉你 李沙基尔是这一次的贵宾 最大咖 贵宾住哪里 住顶楼 他们说真的吗 相信我 然后呢 我们就真的啊 就上了顶楼 果然电梯门一开 李沙基尔就在我们的面前 我说嗨 然后他也觉得很好玩 就是他听到一个 讲英文讲得很好的人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是谁 当然就英文嘛 我就说 哦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 电视台 然后我们做什么节目 干嘛干嘛 他说哦你是狗仔队 那时候其实我们台湾 没有狗仔队 我说No 我说我们没有 我说我们不做那种事情 他说我是Paparazzi 我说我们不是 然后他就觉得很妙 就是我可以对大家如流 然后就跟他聊聊聊 他就放下 他就放下他的戒心啊 他就说 他说Come on in 他说进来 然后我就看我们制作人 因为就是那个 我说他吵进去了 我们制作人说 快进去了 我说你就想把我帽了 你替我就献出我营幕出文 优异的主持表现呢 被已故的综艺教父 黄毅雄清点 跟胡瓜搭档 主持这个节目 六年后 高一萍在当红时 却放下了主持棒 走入婚姻 对象是经营房地产 和饭店业的上海商人 苏小萌 他是舅舅刘家昌的好朋友 就是浦东一个饭店 然后坐在那边喝下午茶 我就好远舟了 然后吃蛋糕 然后我就有一个男生就 我这一盘吃完了 他就会另外一盘这样递上来 然后把那一盘拿走 然后我就继续吃 然后这样往外看 然后后来隔了不久 这盘也吃差不多了 他就会把这盘又再拿开 然后再换那里 一连吃掉三块蛋糕的高一萍呢 其实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身旁这位贴心地蛋糕的男生 因为当时的他呢 眼睛里啊 都是外滩美丽的夕阳 然后后来之后 就是我舅妈有说 这个男生很好 人很好 然后他们很喜欢他 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舅妈在一旁敲边鼓 苏小萌也开口摇约出游 当一个人说我带你出去玩 他就是在试好嘛 那也好啊就聊啊 然后就发现说他很有内涵 那他可以聊很多 就是我可以发一个问 他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可是都算有根据的啦 不像我这种天马行空 然后什么都可以说 就是说哦 这也蛮厉害的 对啊 就要跟那个时候当时 我所接触任何演艺圈 或者是周围的就很不同 对所以也蛮吸引人的 蛮新鲜的 丰富的想法跟聊不完的话题 对于喜欢双子座高一平来说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两人越走越近 而这个消息呢 也很快的就传到台湾的爸妈耳里 他们就说他们要去上海 那那时候我跟我先生 我们也只是偶尔打打电话 那我就提到说 哦我爸妈要去上海 他就哦什么时候 那他就说我去接他们 未来的丈母娘要来打分数 当然得好好表现咯 苏小萌不仅亲自去接机 还做了这件事 但是后来我听到司机的形容 就说 哦 苏总裤子就卷起来了 鞋都知道就卷起来 他就开始蹦的打扫了 哦 就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我先生有那一面 当然可是我妈妈就觉得说 哦 这个男孩子好好哦 成功摆平的丈母娘 接着计划着 怎么让女友变成苏太太呢 那一天我们在看电视在聊天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聊 然后他就说 嗯我觉得我们应该结婚了 然后我就想看看他 我说真的假的 然后我就随便我说 哦男人膝下有黄金 他就真的一个膝盖在地上了耶 然后就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然后我就想我说 嗯 其实没有啦 我就想说 会不会他膝盖不好就好了 好不好 这是高一平首度透露 这段无预警的求婚过程 虽然没有戒指 但有的却是一份真心诚意 两人交往短短三个月 就在美国玩魂 就不见了嘛对不对 因为我见色忘游 没有 轻松笑谈那当时 但其实刚开始定居上海 回归于家庭生活的高一平 还是有些不适应 很不习惯 可是很不习惯也还好啊 就在我做家庭主妇的时候 我开始试着去交朋友啊 那我也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 哦 那去哪里买菜啦 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处理啊 你遇到什么都要怎么去应对各方面 有别于过去在演艺圈 只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态 高一平得开始以一个家为考量 重新学做家事也学习跟老公相处 因为两岸的文化大不同 我会想说 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 可是这个口气对他来讲 你干嘛在指责我什么东西 就当相处变多了摩擦自然会变多 对啊 那也还好也就 我这么聪明 老天最好的礼物就是送给高一平 一个懂得聆听的老公 逐渐化解环境造成的奇异 两人也添了一个宝贝儿子 但他到三岁还不会说话 大家都跟我说大鸡碗 大鸡碗蹄对不对 那是一直到后来回台湾来 老师就说他有点晚 他这个讲话还不讲的话不是个好事情 那时候我们才发现说 哦原来不是大鸡碗蹄这样对 就是可能对啊 他超过了那个好像很乐观的那四个字 我就开始面对啊 没有一般父母的紧张沮丧 高一平乐观面对问题 他带着展展一快到医院复健上课 他看到免那个字他就说吐说 因为睡看起来也像个说嘛 他看到那个计程车不是敌视 他说是得土啊 得土得 得土得土 后就发现他自己教他自己看中文了 慢慢开口学说话 高一平带着展展待在台湾念小学 但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却让展展很不适应 他就站起来会走掉啊 上课上一上去到处去什么六年级五年级去打招呼啊 给人家害 他的袜子永远是黑的 但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有点小偏差了 就是他在他自己的承受压力范围内 如果看到小孩子长了一根白头发 我想说完蛋了 就是你知道说他其实内心有很多东西 他想表达表达不出来 舍不得孩子学习平民受挫 高一平决心带着儿子赴美 然后孩子谁自己生的自己养 就是这种责任制度 后来就发现他有一些需要 可能不管是医疗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或者教导也好 或者说好自己生的自己想办法 母子俩相依为命 在美国待了五年 但有一回高一平回台湾 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却接到了母亲的禁忌电话 我妈妈就说 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怎么了 她说 早家洗完澡了以后 就从厕所就直接奔到外面院子说 我没有家长 因为她认为就是 怎么你们没有一个家长在我身边 其实这件事情只是凸显 就是说她多么的爱我跟黏我啦 可是这也就凸显说 其实我在教育她的独立上面 不是很成功这样 因为在那个过程里我也学很多 可是必须承认这样子的一个相处后 她就变得很黏她的妈妈 就我把我的孩子塑造成 有人就说 哦 你儿子是妈宝 我儿子有一次听到这句话 他回头说 对 我就是妈宝 他也不知道妈宝这件事情 到底正面还是负面 对啊 我就是妈宝 然后我说 哦 OK 超年妈妈的展展 其实心思很细腻 她观察到妈妈高一平 在美国陪伴她之外的孤单 于是开口说 想回到台湾生活 母子俩回到台北 汉先生分隔两地 在大家印象中 不管是感情或是婚姻 在远距离这一块 其实都很难维持 那我们的意见是 怎么跟老婆维持的 远距离啊 对啊 而且她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啊 然后我很珍惜那个moment 像我先生就会说 对啊 我好累 所以我觉得打个电话给你 笑一笑也好 你知道我多感动 我会想真的吗 真的吗 你没有觉得我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很吵 她就说你是蛮热闹的 我说还好嘛 她说嗯 可以继续 然后那我给你讲到 我还以为我还可以再聊个三个小时 大方分享夫妻俩的婚姻保鲜秘方 高一平慢入人妻生活 第二十年 却始终没有公开宴客 哈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请客了啦 因为那时候其实结婚十周年 我们正好在国外 那个正好对啊 没有在台湾 所以没有请客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你不请客的哦 所以我就说 请你吃饭请你吃饭 可是我们结婚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在台湾宴客 就说不定了 等到我们二十年 如果可以的话 对啊 我应该不会把自己穿婚纱啦 但是我会想要去 我会想要去庆祝一下吧 因为连我都不敢相信 可以走这么久 以上是我这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的你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也麻烦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找到阿比美美的单元 并且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 阿比分享的故事内容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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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